这一颗是我的朋友的耳机 他这两颗耳机这一颗剩下三分钟 听完就没了 这颗比较长还有五分钟 那如果是这样子来看的话 应该就是他的电池没电了 OK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去检修他 把这个很简单 我们只要看到线一只刀子就可以了 只是手要瞧 OK我们沿着线轻轻的往下压 再左右稍微动一下 看到没已经开了 稍微轻轻的往下压 稍微左右动一下 这个也开啰 注意力道不要太大力哦 慢慢的把它打开 电池在里面 轻轻的把它往外搬 这是他的电池 这两颗是充电的地方 那他电池有稍微有黏起来 把它拔开 他的电池现在是几伏特的3.9伏特 这个电池没办法去储存他的电源 所以也算是死掉了 那这一颗看一下他的规格是什么 哈啰 各位小朋友 电池买回来啰 我们这款电池两颗总共花了76块韩运费 在淘宝买的 那我们就来把它接上去哦 那这边的话 因为他的焊接点很小 如果技术不好的人 那我是比较建议 直接从这个线中间结结段 直接线接线这样接起来 会比较方便一点 OK 一样是红黑 这边做工比较细哦 所以要焊接要小心一点 然后再加上银子 磁鐵掉了 先把磁鐵給他黏好 這個墊 又對這個墊 這塊也記得要把它拔過來喔 OK 好 我們來實驗看看 充電囉 充電囉 OK充電沒問題 完成 我的小米耳機 壞了 今天他是這一顆 他都沒辦法連上訊號 那今天我把它打開看看 右邊是OK的 要打開這個的話 這邊有沒有看到一條線 這要非常的小心 稍微左右左右標準 他就開了喔 慢慢的把它打開 這一顆 就他的電池 我們來看一下喔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如果電路板壞掉的話 那就算了 來量看看 4.1V 所以他的電壓是沒問題的 但是他沒辦法匹配 所以我這個小米耳機 的左邊這一顆 應該是他的WiFi模組 壞掉了 那整個主機板 網路上也沒有在賣 所以就不修囉 就沒辦法囉 謝謝你 謝謝你